美方官员有关言论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和美式霸权主义 显然是在炮制右翼针对中国的虚假叙事 目的是渲染中国威胁 鼓噪大国竞争 实质是为遏制打压中国找借口 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们无意同谁一争高低 无意取代谁 挑战谁 中方乐见美国发展进步 美方有关人士一再炒作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 恐怕更多是不自信的表现 中国不读美国书 美国也不要读中国书 中国人民必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接 重谈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等论调 变换花样 贩卖台独谬论 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 和为谋取政治私利 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 做什么 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 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 也终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 反对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是我们处理台湾对外交往 及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的一贯立场 我还想再次强调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 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 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奉劝少数窜台的外国政客 纠正错误言行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纵容 支持台独 推高台海紧张局势 中韩互为重要禁令和合作伙伴 中韩建交以来 双边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 也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同时也为促进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对韩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 我们始终将韩国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希望韩方奉行积极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 同中方相向而行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推动中韩关系 向好发展 走稳走势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当前南海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 南海的航行自由从来都不是问题 中国将同东盟国家一道 继续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推动本地区的繁荣发展 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地区国家 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报告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我们从来不搞这样的 类似所谓跨国镇压的活动 我们一切的行动都是一法一规进行的 具体的经贸问题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方愿意同澳大利亚方面一道 继续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 使中澳关系更加成熟稳定 更好的造福两国人 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中方一贯坚持同有关当事国 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 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侵权挑衅 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各国一道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共同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我不掌握你提到的情况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方将同巴基斯坦方面共同努力 切实保障在巴基斯坦的中方人员 项目和机构的安全 中方人员 中方人员 中方人员